那年在官方宣布和队内左后卫卢克肖旭约到了2023年,这令许多曼联球迷都感到十分兴奋,毕竟卢克肖本赛季发挥出色,已经成为球队左边路的首选,此前他和穆里尼奥也有过一段不快低经历。 不少球迷都担心卢克肖拒绝许约,现在卢克肖许约了,曼联球迷也可以放心了,不过,卢克肖虽然许约了,但是曼联另外两位大将,却接连拒绝了曼联多分新合同,他们就是曼联门将德赫亚和法国巅峰马夏尔,近期不少媒体表示,曼联在许约完卢克肖之后,开始全力许约德赫亚和马夏尔。 但是曼联的许约工作进展的并不顺利,英国媒体报道,曼联已经向马夏尔开出了多份合同,但是全部都被马夏尔拒绝了,而曼联在未来几周内还会向马夏尔开出新的合约。 马夏尔之所以拒绝许约可能并非是工资的问题,目前马夏尔在曼联前途微卜,这可能才是他拒绝许约的最大原因。 自从桑切斯加梦之后,马夏尔在曼联的位置就越来越尴尬,桑切斯一直都是莫里尼奥奥心中的首选,而在防守端表现相对积极的拉十福的则是莫里尼奥的第二选择,马夏尔只能成为球队的第三选择。 这或许才是莫里尼奥奥拒绝约的最大原因,不过,马夏尔自己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,要知道主帅莫里尼奥奥一直都是那种对势不对人的主帅,看看卢克肖,不就是从一个边缘人直接变成球队的主力了吗? 马夏尔并不缺少能力,他缺少的只是一种比赛态度,如果他能够拿出桑切斯那种比赛态度的话,或许他就能力压桑切斯和拉十福德成为球队左边路的第一选择。 不仅马夏尔拒绝续约呢? 德赫亚也拒绝续约了,近期英国媒体报道,德赫亚拒绝了曼联开出27.5万英镑周星的新合同,在赫亚看来,工资多少不是主要问题,他希望看到了的是球队正观的决心。 今年已经27岁的德赫亚现在,无比希望可以拿到联赛和欧冠冠军,而在曼联目前他看不到任何希望,德赫亚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毕竟他已经把自己职业生涯最好的一段时间全部封献给了曼联,而现在他的巅峰期可能也没有几年了,这几年内是他去争夺冠军奖杯最好的时机。 如果曼联不能在今年冬天或者明年夏天,展现出自己的雄心壮志的话,建石德赫亚可能就真要离开了,现在曼联存在的问题不少,但是最主要的问题,就是没有能够在球场上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。 如果可以在球场上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的话,想要和球员续约也就简单很多,也不会出现看出这么多合同依然遭到拒绝的情况。 而想要扭转这个局面,最终可能还是要看穆里尼奥和伍德沃德的了。 Otto Otto Otto